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9月8日 阿根廷必胜厄瓜多尔 周五早上 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继续进行 阿根廷届时将在主场迎战厄瓜多尔 虽然两队近期表现相差无几 但鉴于阿根廷此前五次对阵厄瓜多尔赢了四次 而且金仗主场作战 阿根廷显然值得支持 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夺冠后的四场比赛 阿根廷大获全胜 合计攻入15球 而且一球未失 表现极其强势 球队核心利安努美斯虽然如今已远离主流联赛 但出色的状态依然在美直连得到延续 据统计 利安努美斯加盟国际迈亚密后的11场比赛贡献11球 五次助攻 帮助球队11场保持不败 同时国际迈亚密的胜率一大大提升 在利安努美斯加盟前 球队美直连胜率仅23% 而在加盟后 国际迈亚密的胜率提升至67% 此外 足利阿艾华里斯 拿达路马天尼斯等人新赛季也有相当出色的发挥 有如此多猛将坐镇 此番面对过去五次交手四度轮为手下败将的厄瓜多尔 阿根廷再下一城问题不大 回看上届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 厄瓜多尔以第四名的身份出现 18轮战绩7胜5合6负 表现只能称作重规重矩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厄瓜多尔未能从小组突围三战只取得一胜 一合一负的战绩排名第三 近况层面 厄瓜多尔发挥不错 四场热身赛路得三胜一负 其中在上仗击败哥斯达里加后路得三连胜 但鉴于与阿根廷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 并且摩西斯卡歇杜在惊吓转换门停后表现不佳 综上所述 厄瓜多尔金扑南逃开门黑的命运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